风云凯下,快出来,大事不好了 嗯,也没回事 故事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,奶瓶叫我出去玩 小玩子哥哥,我们去外面玩吧 好啊,走吧 我们在游泳的时候 玩着玩着突然出现了一只 异能兽 哎,怪兽啊,哥哥 干嘛,就叫我表哥 风云凯下来救我 哎,救命啊 奶瓶 等我,我一定会来救你的 就这样,奶瓶为了救我 被野人兽抓走了 风云凯下,你快去救他呀 血魔,表弟 这个坏蛋野人兽,我们快走 嗯,牛牛 哈哈哈哈,风云凯下,你上当了 你在说什么 变 血魔,你竟然是野人兽骗的 啊,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呢 嗯哼,没想到吧,风云凯下 我是为了引你出来 哼,你快把我,表弟放着 要不然,我拿不了你 哼哼,你表弟在这儿呢 哼哼哼,表哥,你快跑 别怪我呢 表弟,你这个臭怪物 快放了我表弟 哼,放了你表弟 好不容易把你引出来 就是为了消灭你的 呀,受死吧 哼,我可不怕你 风云凯下,可以 哼,风云凯下,你要是动手 我就把你表弟杀了 就是现在,去洗吧 穿空地 啊,不 表哥表哥,你太厉害了 哼,叫你乱跑 表哥,风云在换期,借我玩玩杯 喂,我会想,变身肯定又是,太帅了 哼,你怎么变成女孩呢 哼,哼 哼,哼哼,哼哼,哼哼 拜拜